聊斋志义 浦松林 百话翻译 贾珊珊 画壁 江西人孟龙潭和一位朱姓举人一同客聚在京城 有一天 他们二人无意间走到一处寺院里 里面的殿宇和僧房都不是很宽敞 仅有一个老和尚临时投诉在那里 老和尚见到有客人进来 便整理衣服出来迎接 并带着他们在寺庙里游览一番 佛殿中央有一尊高僧宝质的塑像 两边的墙壁上会有精妙的壁画 画中人物个个栩栩如生 东侧墙上是一群正在散花的天女 其中有一位披发的少女 手中拿着一朵花正在微笑 樱桃小口就好像要说话一般 多情的眼睛里仿佛流波四溢 朱举仁注目看了他很长时间 不知不觉间神魂飘荡 恍惚凝思之中 觉得自己的身子飘然而起 仿佛腾云家屋一般 飞到了墙壁上 只见殿堂楼阁重重叠叠 不像是在人间世界 一个老和尚正在高高的连坐上演讲佛经 周围有许多身穿僧衣的人正在听讲 朱举仁也身居其中 过了一会儿 他觉得有人正在偷偷拉他的一金 回头一看 正是那个披发少女 他向他微微一笑 便转身离开了 朱举仁连忙跟了上去 走过一段曲曲折折的长廊 少女走进了一间小屋子 朱举仁有些犹豫 不敢往前走了 那个少女转过头来 举着手中的花朵 远远的像是在招呼 朱举仁很快跟着少女走进了小屋 小屋里寂静无人 他上前拥抱住少女 那少女也不是很抗拒 于是 二人恩爱了一番 势逼之后 少女关上屋门出去 走时告诉朱举仁不要咳嗽出声 到了晚上 少女又来了 如此过了两天 少女的那些伙伴们都发现了这件事 一起把朱举仁找了出来 他们对少女开玩笑说 你腹中的孩子都已经那么大了 难道还想披散着头发装姑娘吗 于是 他们一起取来发簪和耳环 逼她梳成妇人的发迹 少女修德说不出一句话来 一个女伴打去说 姐妹们 咱们不要一直待在这儿了 恐怕有人会不高兴的 天女们就嬉笑着都离开了 朱举仁在看那少女 只见她头上的发迹高耸如云 上面插着低垂的凤钗 比披发的时候更加美丽动人了 她看私下无人 便又渐渐再次与少女亲热起来 只感觉一种蓝草 摄香般的香气 沁人心脾 二人正在如胶似漆的时候 突然传来咚咚的皮靴声 和哗啦哗啦的绳索声 接着 就是一片人声嘈杂的喧嚷 少女听到声音 一下子坐起身 十分吃惊 和朱举仁一块往外偷看 只见一个使者 身穿金甲 面色漆黑 提着锁链 拿着大锤 少女的伙伴们正围着她站着 使者问 人都在吗 天女们回答道 全部都在了 使者说 如果有谁窝藏了下界凡人 大家要立刻上报 不要引火烧身 天女们又齐声回答说 没有 那使者转过身子 像老鹰一样四周环顾 好像要搜查什么似的 少女吓得面如死灰 慌慌张张地对朱举仁说 你快躲到床下 她自己打开墙上的一扇小门 匆忙地逃走了 朱举仁趴在床下 大气都不敢出 一会儿 听见皮靴的声音到了房里 然后又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 外面嘈杂喧哗的声音 渐渐消散了 朱举仁的心里 这才稍微安定了一下 但是 门外总是有来往说话的人 朱举仁畏缩恐惧地躲藏了很久 觉得耳边像是有缠在鸣叫 眼前只冒金星 这情形实在无法忍受 但她也只好静静聆听 等待那少女回来 竟然不记得自己是从何处而来了 这时 孟隆坛也在大殿里 一眨眼功夫 朱举仁便不见了 觉得十分惊疑 忙向老和尚询问 老和尚笑着说 他听讲经说法去了 孟隆坛问 在哪里 老和尚回答说 不远 过了一会儿 老和尚用手指弹了弹墙壁 高声叫道 玩了这么久 朱始祖还不回来吗 顷刻之间 便看见墙壁上出现了朱举仁的画像 正静立着 侧耳似乎在听着什么 老和尚又叫了声说 你的游瓣等了很长时间了 于是 朱举仁就从墙壁上 飘飘然的飞了下来 失魂落魄一般 呆立在那里 手脚发软无力 孟隆坛大吃一惊 慢慢问他 才知道原来朱举仁正趴在床下 忽然听到了一阵惊雷式的敲击声 出门刚要看看 就回到了人世 大家又一起去看那个墙壁上的拈花少女 只见她头上已经盘起了高高的发迹 不再是批发少女了 朱举仁惊恶地向老和尚行礼 向其请教这件事的阴游 老和尚笑着说 幻觉本是人由心而生 我这个和尚如何能晓得 朱举仁此时胸中气闷 很不畅快 孟隆坛听了 也是惊叹不已 后怕不安 于是 两人起身告辞 从庙中走了出来